林内乡平顶村云61线道路部分路段仅仅只有4米宽 而这条道路除了是地方居民主要连外道路 还有许多游览车和外来游客会经过 前来欣赏子班碟 因此常常出现交通打劫的情形 这天县长张立善率领县府团队前来会刊 并且投入近2400万元经费进行道路拓宽 同时也在靠近成功国小路段增设就学步道 来提升学童通行安全 林内乡平顶村云61线道路为地方居民主要的连外道路 但是部分路段是只有4米宽 不管是外来的游览车经过又或者是村民出入 时常在这里造成塞车 而这次知道道路即将拓宽 大家心情也都感到十分开心 外面人也很多来 游览车来都洗了洗不过 我刚才都很难熬 要闪闪闪闪闪闪闪了 因为这产人来 人坐小孩 他闪闪闪闪闪会更丟 更不浮可 因为两百米都十多米 路段要从中这一天 外面 hospital者 会严重 在我们去接到 云61线 increment的人 行为都在空 有客也都會走這條道路來到成功國小欣賞蝴蝶 因此交通量可以說是十分的大 而除了有道路的拓寬 運縣政府也規劃將在靠近成功國小路段 增設就學步道 增加孩童上下課的通行安全 那我希望這一次啊 借用我們道路拓寬的這個計劃 是不是能夠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讓我們的小朋友上下學能夠更安全 這次縣長也斥資2360萬 這麼大的一個金額 在我們平頂成功國小這邊呢 做這個步道的拓寬 還有我們剛剛學到的這個部分的整個修繕 運縣縣長張立善表示 這次縣府投入將近2400萬 將運61縣部分太窄的路段進行拓寬 並建置相關道路設施 以及學校的就學步道 而施工期也大約需要一年的時間 為此也希望鄉親能夠多多體諒 因為有些瓶頸路段 大概4米左右 這樣瓶頸路段也經常做成 我們鄉親的這個不便 所以呢 我們經過平國和肥貪以後 每次有三段比較大的路面 要來投寬做10米 當然這個經過的這個憲定 大概要將近一年再完成 那總共的這個工程的經費 大概要持之2360萬 透過雲61縣道路的拓寬 除了讓在地居民出入更加安全 同時洋遊覽車可以順利同行 在改善民生問題的同時 也來增加線內的觀光量能 記者嘉宜與林縣採訪報導